柴灣到鯉魚門道家村中午發現懷疑戰時炸彈 警方爆製品處理課人員到場處理 警方在中午時分接獲一名愛籍男子報案 自柴灣道75號鯉魚門公園內來到家村 大概400米的一個山坡發現懷疑戰時炸彈 消防及UOD人員到場封鎖現場了解情況 據悉,發現的炸彈長約12圈 直徑約有3吋 UOD人員已經處理 期間無需疏散,亦沒有人受傷